这个68岁的乌克兰囚犯,居然娶了一名25岁的花季少女,在监狱里过上了二人世界,离谱的是,这个女子还爱她爱得死去活来,从她面色红润的脸上不难看出,她对这个男人非常满意,只不过,这个老头可不是什么善差,相反,在入狱前,她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和强奸犯,在她手中毕命和失真的女性,居然有34人之多,被誉为乌克兰最残忍的采花大盗。 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之徒,每个月都能和娇妻共睹三天的春宵,监狱还会提供一间家属探亲房。 这里不仅宽敞明亮,而且冰箱、电视、微波炉、暖气片等更是一应俱全,此情此景,如果发生在挪威或者德国的豪华监狱,可能并不稀奇,但偏偏发生在连年战乱的乌克兰,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,专注军事解说,每天都有新知识, 这里是阿龙探长,欢迎订阅,位于乌克兰西北部的日托米尔,建有一座前苏联遗留下来的监狱,这里曾是一所战俘和囚犯的集中营,从其阴森的建筑结构上就能看出,里面曾发生过很多惨无人道的奴役和压迫事件,由于乌克兰复杂的国际局势。 苏联解体之后,依然连年饱受战争的困扰,战争会打击经济,经济差,平民就没钱,没钱就只能犯罪,犯罪就得坐牢,这场恶性循环,曾一度导致乌克兰各大监狱人满为患。 2014年,乌克兰东部省份被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围困,这件事就像一个导火索,让乌克兰本就孱弱的经济在受打击。 为了节省监狱的管理资金,政府无奈采取了一项大赦天下的措施,换句话说,就是轻刑罪犯当场释放,重刑罪犯则降低为轻刑罪犯,以此来缓解战争带来的压力。 政策颁发后不久,这座日托米尔监狱里的囚犯,便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,3000多名囚犯被释放了2400多个,只留下600多人在这里苦苦坚守,甚至连预警的数量都锐减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一。 这个名叫杀起马的记者小哥,正坐着囚车一路前往这座监狱,他打算以囚犯的身份探访一下,他们是如何在破产的边缘,还能管理这群囚犯的刚踏进监狱的大门,一股莫名的荒凉感便扑面而来,地面上到处砸草丛生,铁制围栏更是秀极斑斑。 三三两两的犯人,在远处像丧尸一样盯着自己,仿佛置身在一座末日围城之中,新人入狱,违禁品检查的流程是少不了的,预警先是拿走了钱和手机卡等随身物品,紧接着让杀起马脱掉所有衣服,拿着手电筒,一寸一寸检查他身上的每个角落,包括口中、腋下、脚掌等等,甚至还得蹲下来大声咳嗽几声。 防止他在职场中藏匿违禁品,搜查完毕后,杀起马便来到了监狱的住宿区。 乌克兰常年紧绷的战争局势和经济压力,让这座监狱里的囚犯们苦不堪言,虽然牢房的空间很大,床位也很多,但放眼望去,囚犯的数量却是寥寥无几,原因很简单,国家连年战乱,养殖军队都成问题,哪还有能力养这么多囚犯? 所以,政府只能原地释放掉一批轻刑罪犯,至于有幸留下来的,都算得上是囚犯界的精英分子,也就是各种重刑犯了。 今年34岁的马沙基因谋杀罪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。 他来自非洲的喀麦龙,是这座监狱里唯一的黑人,15年前,由于和生意伙伴发生了金钱上的摩擦,在抢夺对方枪支的过程中,他无意间扣动了扳机,导致对方重弹倒地,再加上自己正处于震惊中,忘记了呼叫救护车,最终导致对方失血过多,当场死亡,因为找不到证据证明这是一场意外。 于是马沙基被警方以谋杀罪抓进了监狱,在异国他乡被关了整整11年,马沙基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乌克兰语,对监狱里的规矩更是了如指掌,他强调说,在这里有两条生存之道。 第一,是坚决不能和狱警队谁干,否则会被关进可怕的禁闭室,第二,是千万不要试图询问别人所犯的罪行,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敏感,很容易招来对方的拳打脚踢,除了这两条禁令外,监狱的其他方面都很松懈, 比如无论白天还是晚上,囚犯们都能随意走动,牢房和楼道的大门24小时保持敞开,甚至每天早晨,狱警还会带领囚犯一起做广播体操,考察了一圈下来。 记者杀起码除了觉得厕所的味道实属难闻外,几乎找不到让他无法忍受的地方。 有小伙伴们可能会问,乌克兰的监狱不是一向很残暴吗?怎么现在却变得如此人性化呢? 事实上,2014年以前,乌克兰监狱延续的还是前苏联的专制作风,囚犯每天都像奴隶一样被压榨劳动力,但随着新欧政府的势力日渐庞大,欧洲的人权主义也影响到了乌克兰。 只不过,由于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基础,他们学来的人权主义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 最能凸显这一点的,就是囚犯们的吃饭问题,在前几期讲过的挪威和德国的豪华监狱中。 虽然囚犯们可以自己做饭,DIY美食,但食材基本都是牛排,鹅肝,帝王蟹之类。 担任单天的吃饭成本都要50欧元,相当于人民币370多块钱。 但乌克兰的囚犯同样是自己做饭,看似自由自在,但食材却只有米汤、面包、鸡骨头,每天的成本仅有60美分,相当于人民币4块3毛钱。 想想这该有多么巨大的差距。 由于政府下发的资金太过稀少,囚犯们只能自己动手赚钱,他们会在监狱内部的工厂做一些电焊或者伐木的工作,只不过到手的工资少得可怜, 因为大部分收入都会被官方拿走,冲进政府的GDP中,用于战争或者其他方面的开销。 监狱虽然允许大多数囚犯自由活动,但针对一小部分罪行极其恶劣的暴力囚犯, 狱警们为了安全考虑,还是保留了以前严苛的囚禁方式。 比如,视频开头提到的,这名68岁的乌克兰本地囚犯,虽然看起来白发沧桑,满目慈想, 但实际上却是个曾奸杀37名女性的暴力匪徒, 她被关押在一处名叫深坑的单人禁闭室,这里是整座监狱戒备最为森严的地方, 不仅与主牢区间隔三百多米,甚至还建有单独的铁丝网和单独的警卫塔, 记者沙奇马在狱警的带领下穿过了三层铁门和六个通道, 才进入到了这个宛如铜墙铁壁般的建筑体内。 据说,这里曾是前苏联某个战俘集中营的秘密基地, 无数亡魂都曾在这里丧命,禁闭式墙壁的厚度足足有八十公分。 连厚重的牢房大门都装了两扇, 可以说,在这种条件下,连一只鸟都不可能飞得出去, 沙奇马想当面采访一下那名暴力强奸犯的光辉事迹, 预警先是将犯人带出牢房并带好手铐, 然后将他关进了一间专门用来接受审讯的铁笼子里, 他叫特林普,年轻时曾是一名工人,由于遭遇了严重的家庭变故, 老婆同时出轨了三个男人,这导致他的心理发生了扭曲, 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奸杀了三十七名无辜的女性, 然而,就算已经身陷淋雨,特林普依然静不下来。 他借用书信的方式,成功搭讪上了一名二十五岁的美女比友, 并且在一年前成功登记结婚,还生下了一个孩子, 他这位年轻的妻子,每个月都会来前来探望他, 并和他共度三天的春宵,监狱会给他们提供一间一室一厅的家属探亲房, 并陪其冰箱,电视,微波炉等一切家用电器, 看着眼前这对非常特别的小夫妻杀起马难掩震惊的表情, 他询问他的妻子,为何明明知道他是个暴力杀人犯和强奸犯, 却为何还要和他在一起,究竟看上了他什么优点? 他的妻子回答说,我自己也不知道。 可能冥冥之中都是注定的缘分吧, 家属探访时间过去之后,特林普便在狱警的带领下, 重新回到了沉闷的牢房中, 但好在他的生命中还有希望, 有漂亮的妻子,还有刚出生的孩子, 虽然身陷淋雨,但他的心态已经平和多了, 监狱的生活凄惨无比, 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,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,安吉丽娜,朱丽。 一个曾经美到违规的女星, 可惜情路不顺, 与皮特分手之后被称为蜕变的好母亲, 外界指导,朱丽因为爱心, 所以才那样喜欢孩子, 所以为了孩子不惜与皮特互私多年, 殊不知, 身为朱丽母亲的波兰特, 却是用生命在影响自己女儿的, 穷死也不抛弃孩子, 朱丽的母亲马其林、波兰特, 原本是个可以像朱丽一样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的女星, 但她命不好, 早早遇上了所谓的爱情, 从此被婚姻困了三十余年, 其实说到这里, 不得不感慨一句, 很多时候孩子是会复制父母的婚姻的。 朱丽与皮特的婚姻走到如今这种地步, 不可能没有她从小受母亲影响的缘故, 博兰特从小生得极美, 因为混血的原因, 眼睛极有特色, 这样说吧, 看到朱丽就可以看到她年轻时的模样, 因为她将自己的美完全传承给了女儿, 只不过朱丽身上有父亲文森特的影子, 这让她的颜值多少逊色于自己的母亲, 可这并改变不了博兰特的命运, 她的美不会为她带来一点命运的偏爱, 因为长得美, 博兰特中学时就想进入演艺圈, 后来在星探的推波助澜之下, 她成功签约演艺公司, 这是好事, 也是她命运多舛的开始, 乔恩、文森特、沃伊, 也就是朱丽的亲生父亲, 那时早已经成名, 比博兰特大了十二岁, 因为出名, 所以更容易成为女星们关注的对象, 只是没有想到, 文森特被新人博兰特所吸引, 并且与他产生了情愫, 在那种时候, 外界没人看好他们的爱情, 甚至认为博兰特过于虚荣, 年纪轻轻, 非要找一个大自己十多岁的男人恋爱, 1971年, 21岁的博兰特嫁给了文森特, 他的眼里只有爱情, 恋爱脑这个词应该很符合他当时的情况, 但不得不同情博兰特, 在那种年代, 在那个年纪, 哪个女孩会拒绝浪漫又温情的爱情呢? 文森特大了他太多, 给了他太多温暖与呵护, 他根本没办法抵抗, 结婚两年, 博兰特在演艺方面依旧资质平平, 但他生下了文森特的长子, 朱丽的哥哥詹姆斯, 文森特中年得子显然非常开心, 他认为妻子应该在家照顾孩子, 而不是为了并无起色的工作四处奔波, 大概博兰特是过于适合婚姻的女人, 他竟然真的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演艺机会抛开了, 吸引回家。 生儿育女, 照顾家人, 男主外, 女主内,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他全部的人生, 1975年, 朱丽出生了, 博兰特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,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, 注定要忽略一些东西, 比如对丈夫的关爱, 比如与丈夫的浓情蜜意, 男人就是这样, 一心想要自己的女人安分守己, 却又总会嫌弃他与自己之间的差距。 文森特也不例外, 他很快便对博兰特失去了兴趣, 开始很少回家, 开始与妻子无话可谈, 偶尔, 文森特会回家看孩子, 但却会因为罪意而对博兰特百般挑剔, 博兰特热爱着自己的婚姻, 眷顾着两个孩子, 所以只能忍其吞声, 讽刺的是, 文森特没将此看成妻子的懂事, 反而愈演愈烈, 连自己的行踪都懒得告诉妻子, 想和我联系, 找我的经纪人, 这样的现实, 让博兰特非常难过吧, 自己与文森特不是工作关系, 他们是合法的夫妻, 可却没有合法的互动与联系。 他的脸被现实打得啪啪坐下, 就算是这样, 文森特也没想在这段婚姻中待太久, 以他的身份, 以他的个性, 找个更年轻, 与自己更有话说的女人, 是分分钟的是1978年, 博兰特与文森特离婚了, 那时朱莉只有三岁, 他还不懂为什么父母会分开, 也是在多年之后, 他才明白, 自己的父亲早已经爱上了另外的女人, 虽然文森特是影帝, 而且赚钱也更容易, 但他对自己离婚妻子, 即被带走的两个孩子, 并没多少照顾, 定期给抚养费是真的, 可数量并不多。 博兰特没有工作, 加之多年在家照顾孩子, 献回演艺圈已经不现实, 为了孩子的正常生活, 他不得不将抚养费精打细算地来使用, 那是朱莉人生当中非常难以启齿的一段时光, 他被同学嘲笑, 被人讽刺, 也因为如此, 他在心里怨恨着自己的父亲, 我承认当时很受伤, 但我一点都不恨我的母亲,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父亲造成的, 他是天下最烂的男人, 博兰特在这样鸡毛蒜皮的生活中苦苦熬了十多年, 直到女儿走上演艺之路, 儿子也考上了大学, 他的人生似乎才开始变好, 但这个时候的博兰特也早已经老了, 在不负当年的性感, 美丽与光鲜, 二十多岁独身, 一直到五十多岁, 一个人的日子是如此熬过来的, 恐怕连朱莉都没办法说清楚, 大概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苦, 所以当孩子们长大成人, 有了独立的资本, 博兰特却病倒了非常棘手的问题, 卵巢癌, 他, 博兰特, 很柔弱, 但却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, 这也是我一直很崇拜的女性特质, 刚柔并济, 2007年, 博兰特在与癌症对抗了七年之后, 于57岁离世, 而当时身边守护他的竟然是女婿皮特, 也许皮特与文森特不一样, 毕竟他更有温度, 更懂人情味, 可就算如此, 朱莉还是在他身上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, 当然, 包括他失败的其他婚姻, 几乎都是一样的模式, 好在因为有母亲的影响, 他这些年也算是熬过来了, 每每回忆自己的母亲, 朱莉都会非常感慨,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自然的女性, 她对自己要求严格, 从不宠溺自己, 她从不化妆, 戴的首饰也很简单, 一个漂亮的女人, 一个为爱情牺牲了工作的女人, 一个为孩子毒手了三十多年岁月的女人, 似乎真的非常难得, 只是伯兰特的结局过于悲怆, 好不容易苦尽甘来, 命运之神竟然早早将她带走了所谓红颜薄命, 想来也不过如此, 朱莉为此没办法原谅自己的父亲, 哪怕后来他们之间修复了关系, 可事实上, 她从未真正在心底接受父亲这个人, 有这样的女儿守护, 也算伯兰特一生不白白受苦了吧, 说持续重要, 并不是说反复做相同的事情, 持续与重复是两回事, 不是漫不经心的去重复与昨天一样的事情, 而是今天胜过昨天, 明天胜过今天,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, 必须不断的改良, 改善, 倾听工作现场的神灵之声, 事件的关键全在现场, 要取得事业和人生持续的成功, 有两个条件, 第一你先要做一个好人, 第二就是你必须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, 这样就会实现自助人助天助, 你自身的潜力可以充分发挥, 你周围的人由衷地支持你, 你的成功将不可阻挡, 日本人曾经也具有大处着想的思维方式, 我们敬爱的西乡龙胜先生曾经说过, 给得高者以高位, 给功多者以褒奖, 这个意思是, 功绩着着者给予金钱奖励, 而人格高尚者则让他位居高位, 这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话, 但一点也不陈旧, 依然是今天非常通用的普遍的思维方式, 在道德崩溃, 伦理丧失的今天, 我们更应该铭记这些话的意义, 居人之上者, 人格比才华更重要, 越是具备超群才华的人, 越不应该沉沉于才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